蓝友们大家好,我是蓝花又一开 我们前两期聊了现在天气比较凉了嘛 逐渐的我们的蓝花都进室内了 我们聊了蓝花进室内之后 阳光啊,然后空气啊,我们怎么去管理啊 这期视频就跟蓝友们聊一聊 在室内我们怎么给这个蓝花来浇水 比较适合冬季的时候蓝花的生长 在进入正题之前我先回答一个蓝友的提问 因为那个一两句话说不清 所以我就没有答字 就是我们从下场采回来那个树皮 经过高温之后 就是比如说我们有蒸过或者有煮过 但是这个树皮还是有挺重的那个生树皮的味道 就是我们东北话就叫松树油的味 就那个松子的味道 这个煮熟了和发酵腐熟完全是两回事 并不是说我们从下场把那个树皮采回来 就是经过高温之后 这个树皮就可以用了 完全是两回事 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 完全是两回事 这是一个绝对的误区 如果我们用这个松树皮是没有经过发酵腐熟的 那么不论我们是高温蒸还是高温煮 那么我们在上盆之后 尤其是经过夏天的时候气温比较高 这个蓝花盆又总是浇水湿漉漉的 那么这个树皮就会在盆内发酵 在盆内发酵它就会产生大量的热量 会烧蓝花根的 稍微严重一点就会把整盆的蓝花都烧死 所以我们才一直在强调软质量树皮的重要性 对今天还有一个蓝友问 种蓝花一定要用松树皮吗 这个不是的 没有什么是绝对的 包括我有看到好多蓝友用那个栗树粒 栗树叶 然后还有用各种腐质土的 这个都不是重点 就是重点就是您选一个比较适合您本地环境的质料 之所以选择用树皮、珍珠岩、植金石这一类的质料 它是比较适合室内来养蓝花 因为我们室内的通风环境不够嘛 这样我们保证质料的沥水性 它是不容易出现积水烂根的 不然如果在室内用腐质土的话 稍微把握不好一点的话 就比较容易烂根 是有这个情况 质料是没有一定的 这是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就可以 但是如果用树皮的话 就一定要选这种发酵腐熟的 没有发酵腐熟的是不可以用的 然后我们进入正题 因为我没有去南方生活过 所以这期视频 仅供有供暖地区的兰友来参考一下 因为我们这冬季的时候 供暖有长达五个月 冬季的室温一般都是在20度之上 兰花在20度之上 它是一个快速的生长期 所以兰友们如果我们有供暖的话 那么我们冬季的时候 千万不要去给兰花控水 不要跟着这些梳啊什么的 这些节奏去走 所以兰花冬季要少浇水 千万不要 因为我们自己的环境 那个温度有20多度 对兰花来说 这个生长情况是非常好的 尤其冬季的时候啊 那个阳光照上来是暖洋洋的 基本上是可以全日照的 这样温度也够 光照也够 我们现在出土的那个秋牙 建兰的秋牙 基本上到明年花期的时候 就已经完全成苗了 只要那个兰花苗建兰 它那个炉头是结得圆圆的 那么它当年基本上都是可以开花的 所以对我们这些有供暖的地方的兰有哈 冬季是一个非常好的时间段 正好是我们可以去好好养养苗子的时候 尤其现在地热导致室内的环境 一般都是偏干燥了一些哈 所以我们更不要去控水哈 冬季千万不要去尝试着控水 当然如果现在这些有花苞的 像春兰呢 连半兰这一类的有花苞的 那么我们肯定不能在室温高于15度的地方来养护 这样的话它是很容易导致消苞的 今天还有一个蓝友问我 怎么能够让春兰呢 惠兰这些有花苞的 在冬季的时候既能够保证春花 又能够保证那个芽生长 不可能的 这个鱼和熊掌是不能兼得的 除非是一些春兰的杂交品种哈 正常的这些传统的老品种啊 都是做不到的 我上期视频有跟蓝友们说哈 什么是春花 就是最高温度要低于15度 最好是10度左右啊 然后低温呢 不要低于零度 这个温度呢 兰花它会进入一个停滞生长期啊 这个时候它那个根呢 也不吸水分了 所以冬季的时候 为什么要少浇水啊 指的就是这些春兰 惠兰这些 室温特别低的时候 尽量呢 一个月两个月浇一次水都行啊 因为它温度太低了 本身它也不生长了 它也不吸水 然后环境呢 它也不蒸发水分 是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才会空水啊 然后那个兰花根呢 它不生长之后 它那个水晶头就萎缩 它那个养分就回流 回流到这个花苞上 供给这个花苞能量 然后在气温回升之后 比如说二三月份 到春兰的花期了 你看春兰的花剑 蹭蹭的几天就拔起来了 那个花剑拔得够不够高 就完全看春花的时候 温度够不够低啊 如果室温偏高的话 即便是这个春兰能开出来花啊 它那个花感普遍也是拔不起来的 所以春兰有一个别名叫铺地花啊 还是挺形象的 一般这种情况都是因为春花温度偏高导致的 温度一旦偏高的时候 叶压生长 那么它就会抢夺花苞的养分 才会导致春兰 惠兰这些需要春花的花 削包啊 就是这个原因 因为温度高了 叶压开始生长了 花苞就养分不够了 这个就看自己的一个选择 是想保牙还是想保花 另外再跟兰友们啰嗦一句 就是我们有供暖的地方 环境比较干燥嘛 室内大部分都比较干燥 因为地热现在都挺热的 尽量不要给这个兰花叶片去喷水 不要用给叶片喷水的方法 给兰花增加湿度 室内的这个湿度越干燥的时候 我们给这个兰花喷水的话 那它就会更快速地带走 这个兰花叶片里面的水分 这个是得不偿失的 而且一旦这个有光照的话 叶片喷这些水 是比较容易导致兰花 起一些斑斑点点的 那个斑点一般都是在兰花的 这个叶甲处或者叶背 我们掀起来看的话 自己这个兰花叶背 就会有很多像那个 笔尖点的那种小黑点一样 这个大部分都是因为什么 就是夏季的时候常淋雨 室内养常喷水 早上打露水 这些都是比较容易引起兰花 起这种小点点的 这个一般不算什么病 也不用去人为的 给它控一些药什么的 也不需要 因为用药也治不好 不用药它也不扩散 完全是因为人为的喷水造成的 所以兰友们冬季在室内的时候 尽量不要用喷水的方法 给兰花保持湿度 这样不仅不会起到保湿的作用 相反的话 还会带着兰花叶片的水分 还会引起兰花各种叶斑 这期的视频就跟兰友们分享到这里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的视频 再见